合模型呢就讲到这儿了 是吧 合模型就讲到这儿 那么合模型呢 咱们等会儿做一个总结 是吧 接下来呢 大家还记得咱们那天给大家演示了一个 就是鼠标放上去 然后出现一个什么东西的这样一个小案例 是吧 咱们再做一个啊 那么做这个东西咱们要做个什么样的这个例子呢 是这样的 大家看啊 咱们首先呢做这样一个盒子 然后在这个盒子里边呢 我们给这上边再放一个盒子 然后给这底下呢 我们写两号文字啊 写一号文字就行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 我们做这样一个效果 一开始咱们让这个红色的盒子呢 隐藏着 就是它不出现 当咱们把鼠标放到这个大盒子上面的时候呢 这小盒子再出现 咱们做这样一个效果 行吧 首先是DIV 然后这是一个box 然后在它里面 有一个小盒子 咱们把它起名字叫做small 然后在这个DIV底下呢 有一号文字 是吧 我要写你名字了 咱们把它保存起来 这是我们要讲的一个元素 显示模式吧 就讲啊 然后咱们呢 style 然后构造咱们的想要的那个结构啊 首先咱们这个DIVBOX 就是一个大盒子 是不是要稍微大一些 咱们呢 给它个400像素 高呢也给它个400像素 然后来一个背景颜色 绿的 是吧 没什么问题 然后做咱们点 small 给它一个宽度呢 200像素 高度也来200个像素 然后呢 咱们让它在这个大盒子里面 居中怎么写 保存咱们F12看 又写错了 没有背景色是吧 红的 有了吧 有了啊 有了以后呢 咱们说要做这样一个效果 鼠标放到大盒子上的效果 是吧 点 BOX 然后呢 鼠标放到大盒子上面 就是Hover 然后咱们说 要做的效果是 首先让这个红的先隐藏了 是不是啊 隐藏了 那么还记得咱们昨天说的 Display吧 Display呢 咱们说 转换成行元素 是Display in line 转换成快元素 就是Display Block 转换成行那一块是 英烂Block 是吧 今天呢 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属性 叫做Display Now DisplayNow呢 它是让元素隐藏 让元素隐藏 来 然后大家看啊 我们刷新 红的是不是不带了 它就完全消失了 就跟它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因为这个文字是不是已经上来了 对 然后咱们接下来呢 当我咱们鼠标放到 大盒子上面的时候 让它下面的这个小盒子 这个咱们说过吧 这样去写 鼠标放到大盒子上面的时候 它有一个儿子叫Small 然后它干什么呢 它要出现吧 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呢 咱们可以让它以Block的形式出现 也就是说 除了这个Nons隐藏以外 像咱们的这个Block呀 Inline呀 InlineBlock都可以出现 也就是说 咱们可以这样去说这句话 怎么说呢 就是让这个元素 以快元素的形式出现 然后大家看 咱们这页面再刷新一下 然后呢 鼠标移动到绿色盒子上 红的就出现了 离开它就隐藏了 是吧 并且呢 它这种隐藏是什么 就是跟没有出现过一样 也就是说 在空间中 在这个网页中 是不占空间的 是吧 在网页中是不占这个空间的 那么咱们再说一种 就是这个隐藏显示 隐藏显示 这种隐藏显示叫做 Visibility 咱们把这个注视一下 再恢复原样 恢复原样 也就是它是出现的 接下来咱们让它 怎么隐藏 Visibility 然后它这个隐藏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头每个是隐藏 第二个 Heiden 隐藏 是吧 这也是让元素隐藏 然后咱们看 它是不是隐藏的 但是它这种隐藏 是占空间的吧 因为底下的文字没有上去 那么怎么才能让它出现呢 也是Visibility 然后呢 咱们可以Visible 是出现的意思 是吧 咱们刷新 然后鼠标一上来出现了 离开又不在了 这也是一种隐藏显示 只不过这种隐藏显示呢 它是占空间的 对吧 这种上面这种Display的隐藏方式呢 就不占用这个网页的空间 对吧 这是两种 两种这个可见性 元素的可见性 隐藏显示 行吧 有没有问题 没有吗 没有 没有